今天是4月24日 中国航天日也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50周年 今天上午2020年中国航天日启动仪式在线上举行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名称任务标识也在启动仪式上公布 据中国国家航天局介绍 此次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系列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一号 后续行星任务依次编号 该名称源于屈原常诗天问 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 提下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承 寓意探求科学真理征途漫漫 追求科技创新永无止境 象征揽星九天的任务标识 展示了独特字母C的形象 汇聚了中国行星探测 国际合作精神 深空探测进入太空的能力等多重含义 展现出中国航天开放合作的理念与态度 此外据了解 今年下半年 福建还将举办2020年中国航天大会 届时将有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嘉宾 出席大会主论坛 海思空间信息走廊建设大会等系列活动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